投胎安全帽的富人 刚买完东西准备签机车 瞬间一辆游览车经过 将富人撞倒在地 去买个面包就被 就被游览车撞倒 就觉得很恐怖的事 这么惊险的画面被po上网 网友说当时富人买完面包 将一大袋面包拿在左手 走出店门后自顾自的朝机车走去 根本没注意路况 后方游览车的后照镜 先撞上富人头部后 车身再将富人撞倒 连安全帽都飞了出去 这里上班的时间 有些都赶时速都比较快 不小心就会回到机车 救护车赶到现场 被富人撞倒的机车 还倒在地上 富人只有轻伤拒绝送医 当时游览车上载满国小生 幸好也没有因此受伤 应该有轻微擦撞 倒置她的倒地 那女子还蛮兴 就是她只有双手轻微擦伤 重回现场 当时富人就是从这面包店走出来 从从马路上下班时间 车流量大 机车连停在街道 富人为了骑车 看都没看 直接走进车道 被游览车撞倒 吓坏附近民众 幸好直受轻伤 否则这一时恍惚 没看路的后果 不堪设想 介红杰明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行